为何是屏中这个女子 要呛声图列老师呢 还怒呛图列 管你屁事 她是小王来自湖北 今年已经29岁 这暴脾气一上来 管你三夕二十一 先对了赛说 难道湖北的女生 都那么彪悍吗 那她究竟做了什么事 会让图列老师当场怒之爬 吃个花架子 图列老师又说了什么 让女生小王对她不尊重女性 不得不说小王的脾气是真的大 别说是男友受不了 连竹列老师都拿她没有办法 连赵川主持人都拦不住 现场互对让群场观众都不淡定了 到底是女孩脾气真的火爆 还是图列老师说了不该说的话呢 创作不易请大家 更懂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加关注 您的支持是小山最大的动力 祝您平安喜乐 心想事成 来年必发大财 故事还要从哪有小郡这边说起 小王比小郡大两岁是吧 对 能算姐弟恋吗 算 那姐姐应该对弟弟照顾得很好 一般都是我照顾他 我跟他在一起 特别对 家里大事小事全部是我做 视频中的男子名叫小郡 他今年27岁 同样也是来自湖北 文质彬彬的踏实一下公司的昏迷思议 小郡能让别人的昏迷幸福 却搞不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小郡比小王相差两岁 活生生的是一对姐弟恋 按大家的逻辑是姐姐照顾弟弟多一点 但现实中的小郡是必公信 上了一天帮回到还要做家务 面对小王种种不理解 小郡感到身心俱疲 小郡明白如果小王继续这样下去 这段感情迟早会走向负面 所以这才找到节目素 让嘉宾老师们给他出出主意 把衣服洗了 我一看 他就把洗衣按了一下 我去晒 我去收 其余的都是我的 你就既然干了 就别抱怨了 那我不也洗了吗 面对小王坑枪有力的反驳 小郡始终保持心平气和 一定要笑着说话 两人本有着公平的分工 小郡负责托地煮饭 小王洗衣服筛衣服 刚忙完家务的小郡 本想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可一看洗衣服的小王 只是二了一下洗衣机开关 不仅仅没有筛 也没有把干的衣服收好 就躺着玩手机了 而是等着小郡再去晒 大家来评评里的算是洗衣服吗 可以保大家认为婚姻恋爱的相处模式 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讨论一下 随后小郡又受到让人瞠目结舌了一段故 还有他吃东西 盯着一个东西吃 比如说他喜欢喝乌鸡汤 他就一个月必须喝乌鸡汤 日本料理是不是也吃了几个月的 你要吃是不是天天吃 你有顾及到我的感受吗 从小郡委屈了口中得知 小王煮的饭实在让人无法下眼 要么就是没放盐 要么感觉放了一袋盐 从这以后煮饭就成了 小郡必备的技能了 原来女生不想煮饭都是这样泡路男人的 我有学会一招啊 更有甚者 小王喜欢吃一样东西 这一个月就必须吃这一样的东西 一个月必须喝乌鸡汤 几个月必须吃日本料理 这种猫病都是怎么来的呀 我觉得有可能是小郡自己灌出来的 这样的猫病几天还行十斤久了 这没几个男人瘦的了 观众看了笑到合不拢嘴 这两位就是一对货宝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这臭脾气也就小郡能忍受了 换完我真的受不了 小王根本没有顾及男友的感受 小郡实在受不了 请求节目组给拼拼拼 女生霸道的说我是一个小女生 一个大男人就不能让你一下吗 听完这些我想说 一个29岁的女生了还那么不成熟 真把自己当做公主啊 要别人自始至终来伺候你啊 这小孩的一幕让群传不淡定了 原来小王喜欢养小动物 喜欢养狗狗 小金鱼 猫蜜 男友说话总要被压一头 可以看出的是在生活中 小却是多么的委屈 小王的这种做法让人提哨皆非 说他有爱心吧又养不好 说他没爱心吧又爱折腾 在这里奉劝各位 在没有能力和时间 或者没有做好准备之前 不要去养小动物 不要害了小动物的生命 接下来小王又暴露出 他过生日的一件事 原来那天小王过生日 之前说了想要一只狗狗 猕友表示喜欢太迪 生日当天小郡送了一只眉毛的小鹿 秦迷本晓着当天能够拥有一只小态地 没想到却不是自己希望的样子 这确实会有失落 但这不能否定一个男人对你的爱 接下来的对话 可以看出女孩有多强势 男生根本没有话语权 女友的强势家伙抱脾气 让小郡说不出小鹿权的含义 小鹿象征着美好的爱心的向往 男人都希望人生之路 可以永远陪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一路有你 一路有你 可是总有那么些女生不灵情 但却留下了一个不可谋灭的狗 这么好的男朋友去哪里找 接着小鹿又爆了出 让人瞠目结识了一幕 女友不仅仅很贱吗 开门能把钥匙落门上 直到下班回家才知道找料事 这心得有多大 这样的女生肯定得要找一个 体贴细心顾家的男生 更过分的是小王贱猫到当时忘记生气 一二天才拿出这事来发脾气 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说他贱猫 但是以后只要一吵架 就能拿以前的是来番旧账 这到底是什么物种啊 难道河北女孩都这样吗 可以开出土 李老师听到这一尺别的笑呢 不知该笑出声 还是该弄出他一顿 这时候小王表示道 小王希望男生对女生更加呵护一点 小隽也说道 自己如果不笑着对他说话 他就认为是对他好 这奇葩鬼举真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男生不笑着对他说话 就会被他一直抱怨 就像紧箍咒一样 说个没完没了 从节目组两人对话足以看出 小隽平时根本没有话语权 今天来到节目组 这股水就像一岛而清 因为女友小王刚拿到驾照不久 开始不遵守交通规则直接闯红灯 或者说他没有这个意识操索 小隽在他耳边就说了他两句 他就非常不乐意了 就抱怨男友相哥之类一样 激起扎扎落里啰嗦 但是罚蛋却是男生给交代 小王很多事情 真都要小隽来擦屁股 一个女生找到这样一个贴心男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时主持人赵传海挑开了一番 图里老师听到他两户对场面 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叫声 接下来小隽还说道 我不能反对他一点点意见 我工作完了回家要做饭 扫地 洗衣服 然后我躺在床上 他玩游戏 他看见我过来了 你不陪我玩 我还要陪他玩 玩一样的 就不喜欢吃也得吃 不喜欢玩也得玩 对 我没有自己的选择性了 真的吗 小隽交谈中得知 他不能反对小王的任何无理的意见 小隽下班后除了要做饭 造地 洗衣服 好不容易干蛮家务 本以为可以休息一下 结果还要被小王挖的打游戏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游戏 不喜欢也得陪着玩 不喜欢吃的东西也得逼着吃 这明显就是刁蛮任性的 公主并女友 这种状态一段时间可以接受 但是两个人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却是要改改这公主病的问题了 男生基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命 主持人赵窗问道 为什么不选择结婚 你们的关系已经到了 福西之间相处的阶段了 这是侯晓王娇气的说道 结婚的到现在 他老查我毛病 我才不想跟他接呢 我只加五是吗 对 分担一点 还有别的吗 稍微的踩拉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我的意见好不好 他从来没有踩拉过你的意见 我打电话 一般有规律的消失就是 一消失就48个小时是吧 几乎都是48个小时 去哪了 女生表示男生老实调查毛病 不想嫁 真是口是心非啊 那么好的男孩错过 应该就碰不到了 小俊也表示只需要 小邦稍微的踩拉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女生派自以为是的强势 这根本不是女祥人 是还没有遭受到社会的独当 更过分的是 每次吵架都会玩消失 一消失就是48小时以上 而且还有个臭毛病 小俊表示后面才知道 女生爱喜丧囊 金徐就住在那里两三天 不得不说还挺会想说 把我找回来以后才跟我低头 那你当时跟我吵架的时候 怎么不跟我低头呢 我低了头呀 你跟我低头我就不会消失了呀 我低了头呀 是不是所有女生都觉得吵架 要男生低头道歉服软呢 小邦这公主便是呆制止了 每次吵架都要男生来吼 何况人家还是一个弟弟啊 做姐姐的本应该更加懂事啊 不久你试试关心自己的男友 最起码能够体验一下男人的不容易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爱你的男生会辛苦一辈子的 等到他觉得不值得的时候 迟早会走到的 他们两个恋爱五年多 都是吵吵闹闹这样过来的 女孩每次吵架消失都去喜丧的 这样的女孩真的值得 男子掏心掏肺负书吗 别人眼里还认为是不正经的女孩呢 小邦来节目组也是想看看 自己平时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小郡坚信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所谓的回报 苏友找到节目组 让嘉宾老师来拼拼命 这时候赵传主持人问道 就跟他待在五年 肯定有你喜欢的地儿嘛 你喜欢他什么 其实兄弟还是比较少娘的 比较细心吧 他不好吗 声音特别大 老吼我 这女生什么地方吸引你 说不出来啊 就离不开的是吧 离开他总记得 总想去找他 我怕他怎么样 怎么样啊 你担心他 就你还可以爱他 因为他太傻了 一个男生能让一个女生 跟他在一起五年之久 他身上肯定有什么点 能够吸引吸引女生吧 小王也表示 小郡很善良诚恳 懂得体贴照顾女生 比较吸引乱信 为人也正直 又问到小郡小王是哪里吸引了你 小郡的回答真的 算是被这女人拿来的死死的 一日不见他就如隔三丘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吗 这种爱情是没好不像吗 但是前晚别让他变味了 小郡说到小王是可以改的 但是故意不去改变 还表示小郡老是吼他 大家可以作证从上台来 男生都没有大声说过话 难道私下还会有不一样吗 看着嘶嘶闷闷的男生 私下怎么会吼人了 小郡说小王上台是装的 小王又说小郡是装的 那究竟这两个人是谁在装的 从种种表现可以看出 男生是比较受委屈的宝宝 不仅仅在家里没有话语权 更是承担了全部的家务 还不被女友看好 这种女生的公主并能治好吗 我们一起看看家比老师没有和良方 首先说话的是于柏洪老师 你搞不定人家的婚礼 却搞不定自己的女友 你呢你看看 真的就像赵川老师说的 长得很温柔很漂亮 但实质呢野蛮女友一个 于柏洪老师说道 小王典型的野蛮女友一个 但是野蛮却过度了 女人撒娇是天性 也是女性的本名 然后说到男生是真的怕女生 一直冒冷汗连近视眼都能看了一切二出 他今天真的怕你 他的那个冷汗 我近视眼都看了一清二楚 我看明白了 你们男的都为男的说话 这个男女没关系 有 真的没关系 你现在就是一个男的 不这么说话 我就是一个男的 我当然是个男的 于柏洪老师苦口婆心的一番话 小王一举多没听进去 还指呼男人只会帮男人说话 华一刚出群场都被落坏了 对对于柏洪老师哭笑不得 赵川土里和观众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你不要看你笑嘻嘻的 你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绝对的 但你要知道 好男人是夸出来的 不是骂出来的 小王翻脸比翻书还快 两性关系中 无论爱情还是婚姻 当中只要有一方姓妹的 那么未来就会亮起红灯 最后只能被迫停止 希望无论男孩女孩在交往中 多关心一下彼此 不要遇上了对的人 还错失了这来之不易的缘分 再也遇不上那么好的人了 那时候真是后悔莫及 管不又管不好 就像我学习 忍耐是好男人的表现 我在家里 你看外面 喉咙很小 在家里 我绝对是第三度的 于柏洪老师把自己作为例子 来点评女生和男生的优缺点 对看朱小军是听进去了 小王也被于老师的苦口婆心 说得脸红心跳似乎听进去了 也希望能够反思一下自己吧 接下来是居委老师的点评 基本上你做了很多 我们都普通男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底线 你现在终于觉得 呀 我怎么这样 然后他怎么会对你这样 他会受不了的 所以 作为男人 自己做出的事情 自己来承受这个结果 你对他说 因为你这样 我要离开你 我要让你改 这是不可能的 曲老师的角度很特别 一句话点明了问题所在 这个原因我本人是非常认同的 小军虽然很好的脾气 但恰恰是这个好脾气先生 对小王的爱没有底线 没有自己的原则 江楚这五年来把女孩宠上天了 都是1.1第一天一月的累计 宠出来的女生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一切都是男生就由自取 如果从刚交往开始修理规矩 有些底线是不能夸裕的 那就不会出现今天那么多烦恼了 最后居委也说出几句方法 得到两个人 怎么改呢 慢慢的不要这么去怪 慢慢的去告诉他哪些事情 如果你做到了这点 我心里会很开心 慢慢的要知道 他能感受到的你对他的好 你也希望感受到 否则他一直以为 你是非常甘心情愿的 如五年前的那样 完全不求回报的这种爱 取比老师的方法 个人觉得是有用的 良性关系当中不要太管 这那些忍不了的臭毛病 相互提亮相互关心和付出俗取 这要么爱情和婚姻才能长久 接下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图类老师点评 我从来不缺爱情 我想说 许晴如果选择 做一种这样的公主的生活 她没有错 她不贪婪 她也不招摇 她靠自己 命运之身就是把她照顾得这么好 图类老师意向一刚详著称 从来不怕得罪人 说出来的话总是一针见血 这回是终于碰上拍杠的了 还举了两个例子 来说明女生的问题 一个是许晴国民公主 她有能力有彩礼之称 她的公主梦 直到四五十岁 还提成自己是公主 更有撒娇任性的资本 人家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公主的 这不仅仅是她骄傲的资本 更是很多女性学习的榜样 人家不贪婪 不招摇 全是靠自己 然而小王却没有一样和人家缠编 所以许晴可以选择做一个公主 而小王不行 在生活中方方面面 都是靠奶油小郡 接着图类老师把刘涛请出来 普通家庭大多非常喜欢向刘涛 那样的老婆和贤妻良母 能干活 能持家 还有自己的事业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来不会打击自己的老公 在王科事业低谷的时候 艺人扛下了所有 最后力挽狂来一个幸福地方家庭 就这样走出来了 刘涛那样的女人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选择做公主那样的女人 拜托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让自己宠着 什么东西我都能自己买得起 我有件 拜托你 不要有公主病 在普通家庭生活当中 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再怎么表面幸福 都是个花架子 其实不管是做刘涛和许晴 都无可厚非 两种女人需要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和适合的角色 如果没有这个实力 就好好经营好自己的小家 不管是相夫教子 还是耍脾气 这些是一个女人都要做 都会遇到的事情 偶尔撒娇一下 还是生活的调和计 说到要是没有实力 去做许心一样的女人 就踏踏实实 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事 根本愤愤 是点燃接烟火 所以人贵在有自知之谜 要选择好定位 本以为小王能听进去 图脸老师的对话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全场瞠目急舍 图脸老师说的话 肯定是有道理 但是今天却遇到了 如此暴躁豪昂的女子 第一次遇到敢这样呛声 图脸老师的女生的 足以看出 她是多么的暴躁和强势 连主持人都拉不住 赵传想插一句话都插不上 不但听不进去 还跟图老师对着干 还指呼如果不怕男生养着的话 那还要男的人来干嘛 接下来的一幕更加要全场不淡定了 我要他干嘛呀 我要男人干嘛呀 你说完了我可以说话了吗 那你说完吧 你不能说话 他也不是你男朋友 也不是你男朋友 你说嘛 不是啊 他说话完全像着男人 那你说完你说完吧 说完了我就说 我尊重你 你是个女性 你首先没有尊重女性 我怎么没有尊重女性 你没有尊重我 我哪句话没有尊重女性 你如果尊重女性的话 你就不会说什么女人呀 靠男人养活呀 什么 什么自主虚无啊 丫头丫头 我差一句 知道我蹭在哪个角色了 小王完全不听图老师的话 还说图脸完全不尊重女性 还说男人都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想问题 小王思想确实有点极端 图脸老师的虽然强有力的点评 也是为了他好啊 不领情还怒呛图脸老师 让在场的观众和嘉宾老师都沸腾了 女人怎么靠男人什么什么的 我说女人靠男人吗 我说女人如果靠男人的尊重过日子 怎么都是个花架子 我没有靠她的尊重啊 夫妻之间在一起 本就是吃 咒 转 轻 那小王连续性吃几个月 同一种食物 根本没有考虑过男友的感受 图老师话音刚落 妮子就怒知道关你屁事 图脸瞬间即就不打一出来 不得不说你死胆子够肥胆 连土脸老师都对得真生气了 都快下不来台了 历史上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气到发飙啊 赵川已经很努力的从中斡旋了 但还是起不到大的作用 如果女孩未来还是这样不改的话 还要吃很多的苦 这时候主持人调解道 你又不是跟土脸老师过日子 他也是跟你提一件 小王的种种行为 究竟是暴躁还是公主病呢 或者是家里以前是留守儿童 凤幕不在身边才会变成这样呢 他的土脸老师被他抢到无言以对 真的是难受啊 那小王能听起老师们的话吗 最终两个人能够重归好吗 最后小俊表示自己 还是深爱着小王 能容忍他一辈子 希望小王经过节目所 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能够好好静下心来 一切也最好能够收敛一下 就像司马懿说曹操的名言 小王可能也是知错改错 就是不认错 最后他也答应愿意试着改变 多听取一下小俊的意见 最后两个人重归于好 小王表示自己的不足 也认同小俊身上的优点 但土脸老师刚才被他对得脸红脖子粗 有点不好看啊 毕竟敢跟土脸这么互对的也没几个人 今天遇见这个虎豹脾气 算是遇到对手了 真让土脸老师受了委屈啊 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往后余生 能够情色和其相如一沫 虎帮互助一辈子 小山也想说两句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恋爱婚姻相处中 绝对不可以无底线去包容对方 要多看看彼此身上的优点 公主便脾气了往来一下 有意于家庭幸福 但是不要太过了 在中国除了你爸爸 没有哪个男人都一辈子瘦的了 你的任性妄媚 所以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妙 祝他们病气前嫌 过好节响来的日子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和点评 欢迎在评论局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